实话告诉你啊 特斯拉的音响 它根本就不是什么顶级的马丁洛根 为了验证这个事实 我查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 甚至最后气的 我把自己的车都拆了 可还是没有找到一丁点 关于马丁洛根的信息 所以特斯拉的音响 它就是特斯拉牌的 至于为什么它的音质还不错 甚至比一些大品牌的音响 听得还要舒服 那这可就大有来头了 而且视频结尾 阿洛还为大家总结了一套 特斯拉全系车型的音响调节方法 想让耳朵怀孕的你也一定要点字在收藏 去试一试啊 之所以特斯拉的音响音质 这么扛打的原因 是因为特斯拉每个音响 安装的位置都有着非常精确的指向性 就比如说这个低音炮的摆放位置 又有谁想象到 它藏在你特斯拉后轮的宽体里呢 而且特斯拉的音响工程师 根据咱们真实人体的听觉 对整套音响进行了无数次细微的调整 从而使车上每一个乘客 都能有着极佳的聆听体验 其次因为老款标蓄的Model 3 全车只搭配了8个扬声器 而Model Y全系搭配了13个扬声器 外加一个重低音炮 所以Model Y的音质穿透力 则比Model 3强很多 但即使是换新版的Model 3 也只有9个扬声器 而长续航版都搭载了17个扬声器 其中还有两个低音炮 你就说听着有多带劲吧 而最后这几张图 阿罗为大家找到了 特斯拉全系车员的音响调节方法 就连只有8个扬声器的Model 3 调完音响之后 效果也是刚刚的 抓紧按照这个参数 去调一调你的爱车吧 另外如果你是个DJ ball 也可以试试Model Y的 这个重低音模式 如果各位老九赛 也有一套自己独特的调节方法 也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一下 关注阿罗 下一期聊一聊 特斯拉上有哪些 你不知道的百万配置